此刻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王一博与赵丽颖都是近年来最受大众喜爱的明星演员 银宝出道多年主演了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作品 其中花千古啊楚桥传知否知否 都是收拾口碑双丰收 而王一博呢虽说是近年来才进入演艺圈发展的 但他的演技已经很炉火纯青了 两人在尤斐中的演艺获得了绝大部分观众的认可 其实一开始啊有不少人还是挺担心他俩搭档对手系的 毕竟赵丽颖足足比王一博大了十岁呢 这年龄差说大不大 但是说小也不小 没想到的是尤斐开播以后 周斐和谢允怎么看都是配脸 甚至有很多网友从剧里啊磕到了剧外 赵丽颖和王一博每一次同况几乎都能引起非常高的热议 对于赵丽颖和王一博呢 如果是放在两年前 那恐怕没人会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讨论 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啊 那时候的赵丽颖已经稳坐一些女性多时 而王一博呢还是一个人气贫贫 先有人问津的艺人 王一博如今的口碑能够实现逆袭 绝大程度的得益于他的红与黑 是啊确实如此啊 王一博的舞蹈实力在节目中慢慢显露出来 却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他的个性呢确实沉稳内敛的 这种特质的人不明则已一鸣惊人啊 他惊人的时候确实有点让人沉沦 虽然来往记得爆红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年轻人 其实他能够活起来啊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有足够的实力 抗打的业务能力 个性化十足的外貌 他缺的只是一个点 引爆就够了 在天天向上中 他闷闷不作声 却总会引人关注 怎么会找一个闷瓜做主持人呢 奇怪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 人们都有猎奇心理嘛 温涵呢 是个慧眼石珠的人 他选择的人啊 肯定绝非等弦之辈 追求顶尖价值理念 实现自我突破 他足够个性化的发展 没有热和的对照 一腔孤勇的赤诚 真实的凭本事来说话 这个时代 年轻人的态度 在王一博身上 体现的零零尽致 一部电视剧 有匪让赵丽颖和王一博 不仅有了 结识的机会 还经历了几个月的对手戏 就这样 两个人相处顺家 之后呢 多次同框 从综艺到活动 都不例外 金银奖晚会中 两个人 零作者 神仙同框 让网友知乎爱了 这一次在金银奖中 赵丽颖获得了 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 而王一博呢 这两个奖项是一对的 中国电视金银奖 观众最喜爱的 男演员是 王一博 获得第三十届 中国电视金银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张氏 赵丽颖 所以两个人一同上台 顶奖啊 就是意料之中的啦 王一博和赵丽颖 在领完奖后啊 接下来就是要 开始站在一起 照片了 他们一起走上舞台 但是因为赵丽颖的裙子长嘛 所以赵丽颖走的就比较慢 就这样一个人落在了后面 而王一博这个时候 停下了脚步 等了赵丽颖 可见王一博的人品很好呀 两人是相差十岁的姐弟恋组合 小圆脸大眼睛的影宝 是百搭女神 跟谁都很般配 在剧中的造型很简龄 完全看不出 已经是三十多岁的辣蚂蚁眉 王一博古装造型 成熟稳重 还是很般配的 赵丽颖和王一博 每一次同框 几乎都能够引起很高的热议 所以证明网友们 到底有多么喜欢这类CP啦 真希望王一博和赵丽颖 能够二次合作 给大家带来新剧呢 烧失率 绝对是再次爆棚的节奏 好